活到90岁依然健康乐活是真的很幸福的一件事 黄育富区党部为了要庆祝90岁以上党员生日 来到了林寿茂万平亚两位资深党员家中切蛋糕也慰问祝贺 能够到了90岁依然健康活得喜乐真的很幸福 黄育富区党部为了要庆祝90岁以上的党员生日 特地来到林寿茂万平亚两位资深党员 切蛋糕慰问祝贺 刚好适逢我们资深的党员 这个林寿茂老先生的95岁诞辰 那我们就有我们的黄育富区党部 由昭仁副主委以及七区的常委 昭仁先生带着我们所有的这个干部 然后特地到林寨来做慰问 那也祝福林伯伯这个神志快乐 那今天除了带了蛋糕以及这个主委 卢主委的这个生日和卡以外 那全体的这个干部也为我们的林伯伯唱 生日快乐歌 每年党部都会办理这样的庆生会 除了联系会员们情感之外 借由这样的活动来增进党员间的友谊 那黄育富区党部在地区经营的时候 会着重于党员的情感的交流 那也希望借由这些的不断的活动 能够增进党员之间的互动 以及融洽的情感 两位北北分别是95岁以及91岁 看起来身体也都很健朗 而区党部也赠送生日礼 分别致送纪念品 党员在受讨礼物以及满满的祝福声中 度过一个既健康又有意义的生日礼赞 记者高松松玉里正采访报道